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是不是非常想去温暖的泰国 悠闲地吹着海风 吃着菠萝饭 享受着度假的时光 然而现在感受泰国无需走出国门 南昌仙之罗用泰国美食分分钟让你身临其境 因为在南昌最多的外国菜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泰国菜了 其实在南昌我也吃过不少的泰国菜 那今天韩郡带我来到仙之罗 要吃点什么不一样的泰国风情菜呢 那必须是不一样的吧 韩郡出品必属精品啊 看我今儿这个衣服穿得这么特别 哇 闪亮亮 新吃的东西肯定是与众不同的 今天我就要请你吃火锅 火锅 涮料都把你准备好了 比如说这个牛羊双拼头 还有这个毛朵 新鲜的这个鸭肠 还有这个黄虹 怎么样 开不开心 惊不惊喜 韩郡 老爷能够把它给我拉出去拉出去 这明明是重庆火锅的配菜 还有什么鸭肠毛肚牛鸭肉 你是不是在逗我 这是泰国风情变的这么美妙的环境 请我吃重庆火锅 娜娜 你怎么今天打一进门就对我刀剑相像的 那你逗我呀 我们友好人 我真没逗你 我还没说完呢 我今天不是请你吃重庆火锅 我们是要来吃正宗的泰式鸳鸯锅 泰式鸳鸯锅 泰式火锅可以说是南洋风味火锅的代表 最著名的特点便是添加了天然植物香料 酸酸辣辣的东荫公锅和香醇浓烈的咖喱锅 都是泰国人的最爱 仙芝罗独皮吸尽 将两种锅底放在一起 让食客们一次就能尝点酸辣甜香的美味 其实泰国菜呢最主要就是一个东荫公汤和咖喱 那我还是同一会见到把这个东荫公汤和咖喱 合在一起做这个火锅汤底的 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是不是觉得很好奇呀 对 来 我们现在就来尝一尝好不好 好 但是这个菜我应该放在哪边呢 这个韩老师课堂开课了 我来教教你 像这个牛羊肉 还有这个毛肚我们就应该放在东荫公汤里边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重庆的红油火锅是偏麻辣的 但是东荫公汤是偏酸辣的 如果把这个肥牛肥羊毛肚放在这种酸辣汤里边 味道啊绝对不亚于我们重庆的红油火锅 那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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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东荫公汤啊它的东荫是酸辣的意思 公呢是虾的意思 其实就是酸辣的虾汤 正好这个时候也好了 来给韩俊你一个心酱点 谢谢 感谢你带我来吃好吃的 Sawadika 很奇妙 是不是感觉多种味道全部撞击在你的口腔里边 对首先呢有这个酸 特别轻轻的酸味 还有这个辣味还有甜味 最早是整个在一起呢特别的解腻 不像重庆火锅那么的油 可能重庆火锅你知道这个牛羊肉 或者是毛肚的时候呢 帅起来是这种油油腻腻的 虽然说特别过瘾麻和辣 冲定的味蕾 但其实味道比较单一也比较刺激 这个呢还真的不一样 这个是那种多种味道 层次很丰富 和在一块 它让你觉得很奇妙 而且当时我在吃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汤真的可以满意 你可以喝的味道非常不错的 菜味太好吃了 是吧 一般你去吃重庆火锅 应该这个汤你都喝不了 太辣太有力了 那是不敢 那是不敢 但这个真的可以来一口肉 来一口汤 来一点涮菜 整个是在这个冬天边觉得 整个味更暖和了 而且是酸酸辣 特别开胃 清爽简易的感觉 是的 棒 那兜一宫汤这边 我们已经见识到了 它的奇妙和好色 那另外一边 这个黄咖喱汤里边 应该放点什么呢 黄咖喱 我们就要放这种 泰国火锅的特色菜了 海鲜 黄咖喱配海鲜 想想都过瘾 来赶紧下 先下两只 肥美的这个红蟹 看看 哇 这个真的非常的可爱 而且肉质是特别白皙肥美的 好吃 那必须的 这个蟹呢 它不光啊 很香 而且你吸上一口 就吸这个白肉啊 可以把这个鲜汁全部给吸出来 特别的入味 哇 韩庆 我真的觉得啊 这个泰式的火锅锅底 这个东方配上黄咖喱 再配上各式的涮菜 以及海鲜 我觉得又奇妙 就让我想到两个字 绝了 其实在仙芝罗啊 他们还有更多让你觉得绝了的东西 还有 比如说这个秘密武器 这个不就是晒干的花瓣吗 这个是什么 这是可以吃的花瓣呢 就直接干吃 当然不是干吃了 太急了啊 我给你个线索吧 这个花瓣呢 是用在泰国最经典最出名的一道甜品主食上面的 甜品主食 去过泰国的人一定知道 当然我们店里也有啊 你得去自己去找一找寻一寻 好吧 那我们去去找一找吧 要说泰国最有名的甜品主食的当然是芒果糯米饭了 但是看到我身边这一盘糯米饭它有点不大一样啊 因为有一块糯米饭它是紫色的 这个和我手上这个花瓣是不是有一点关系啊 芒果糯米饭是泰国很有名的一道甜点 鲜汁罗的紫色糯米饭其实是用豌豆花熬成汁 放入进口的泰国糯米粽蒸熟 并不是添加了四素造成的 糯米粽混入了花香配合芒果的香甜 入口就是夏天的感觉 我找到你说的那个特别好吃的不一样的这个芒果糯米饭 来尝一下尝一下 尝一下 娜娜 虽然我也是行走美食界多年 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刚刚厨师说 这碗是香蕉糕 我吃了也闻了 没有香蕉啊 这哪里有香蕉 对啊 香蕉糕里的香蕉 到底去哪儿了呢 香蕉糕可不是香蕉的焦 而是辣椒的焦 香蕉糕是泰国最常用的调味料 主料是干辣椒和大蒜 其中加入柠檬汁 让辣椒酱吃起来有很清新的酸味 在仙制罗和香蕉糕最配的就是这道 香蕉糕龙利鱼 我会成为无数更微여름 盛似乎是个大蒜 咰皮鱼 盛似乎的冰宝 盛似乎是个大蒜 盛似乎是个大蒜 吃起来有的人 盛似乎是个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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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 先制罗吃到了别家餐厅没有的泰国风味菜 比如说这个泰式的火锅呀 香蕉的龙鳞鱼 还有这个紫色的芒果糯米饭等等等等 这是又奇特又美味 如果说你非要在南昌找一家地道风味的泰国餐厅的话 那么先制罗就是你的不二选择了 当然我们要感谢韩迅的推荐 不用客气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嘛 有好东西吃 当然是大伙一块分享咯 一直以来啊 咱们中国博大今生的饮食文化 以及变化多端的烹饪记忆 都让我这个吃货是引以为豪 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生活习惯 会催生出各种各样的菜系 这要算起来啊 可远不止咱们常听到的八大菜系 那么今天我们的美食特工队要带您品尝的 就是所有菜系当中的极大成者 金菜 位于铜锅湾广场四楼的印象小馆 是一家主打老北京私家菜的餐厅 人气一直很旺 在众多特色菜品里 北京烤鸭和炙子烤肉尤其受欢迎 一半以上的顾客都点了这两道菜 这烤鸭味道蛮正宗的 跟我在北京吃的差不多 那个皮比较脆吧 肉比较嫩 我家小宝贝特别喜欢吃 然后就带他来尝一尝 这个肉的牛肉味都出来了 肥瘦相间 吃起来比较香 但是又不是很油腻 看着大家吃的津津有味的样子 我们的美食特工早就想一饱口福了 只是人太多还得再等一等了 这个就是我原来老在电影电视里面看到的工作吧 老北京人特别喜欢 拎着他我有种瞬间变成北京人的感觉 走 咱们吃饭吃 这金菜里面好吃的菜品可不少 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推荐 进到咱们印象小馆非常不可的四道招牌菜 北京烤鸭 炒肝 豌豆黄 炙子烤肉 炒肝和豌豆黄呢 它是属于北京的地道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小吃 一般的北京的基本上的小店啊 比如说以前的年代比较久的一种小吃 这个炒肝是全国享有盛名 但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吃过 这黑乎乎的一碗其实我有点害怕 炒肝主要是用大肠 大肠 猪肝 猪肝 大蒜 以及淀粉 薯粉 它实际上是吃起来很滑韧 我今天第一次尝咱们的这个炒肝 但是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就是如果喜欢吃这种 糊类根类的朋友 我觉得不妨来尝一尝 其实它的味道还是非常的这个特别 很有它的特色 炒肝是非常经典的北京传统早点 肝香肠肥胃浓不腻 吸而不屑 老北京人吃炒肝时 喜欢搭配着小包子一块吃 感兴趣的吃货们也可以试试哟 那尝完了咱们的炒肝 接下来 咱们来尝一下这个豌豆黄 豌豆黄也是非常经典 而且有名的一道小吃 我来尝一尝 它主要是一个甜香 以豌豆粉来去制作 豌豆黄北京春夏季节 一种英食佳品 原为民间小吃 后传入宫廷 因慈禧喜喜时而出名 做法很简单 将豌豆煮熟去皮 磨碎的豌豆粉与少量白糖混合 冷却后定型就可以直接吃了 一吃我就爱上了这道小点 温豆黄 它入口的话 它的口感是非常细腻绵软的 然后呢是清甜 但不会特别的甜 其实口感就很像 我们平时常吃的那个绿豆糕啊 但是我觉得比绿豆糕的口感 它要更厚重一点 更细腻啊 接下来 我们的主菜要登场了 就是咱们的这 冒着热气的北京烤鸭 我们家的鸭子呢 主要是选用了北京的甜鸭 那么这种甜鸭 它是专门为这个烤鸭来去养殖的 因为它做烤鸭需要肥 粒又要大 然后它出来的皮才能够脆和厚 有那个质感 现在制作的方法是第三种 第三代 因为以前老师 以前的老师的烤鸭 它是要求讲 一只鸭子要片108片 那么我们现在去制作的第三代的方法 是用的是什么方法 就是说鸭皮和鸭肉是分开来去制作的 因为我们首先是鸭皮去蘸糖 那么我们直接先用鸭皮 它很脆 然后带着糖 吃起来就会很脆脆的感觉 这块是鸭皮对不对 我就直接蘸这个糖吃 好肥啊 而且这个糖我看 全用的是大颗粒的这种糖 这也是有讲究的吗 它因为吃起来本身脆脆的感觉 如果说加糖的话 咬起来会有咬吱的这个声音 真的 一入嘴我就 完全体验到了刚才您说的这种 咬吱咬吱 然后有这个跳跃跳舞的感觉 然后再会用鸭肉 加上一点饼 这个是什么 是包的吗 北京的一种地方的一种火烧 火烧 把鸭肉直接包到这个火烧里面 包到这里面啊 对对对 然后再吃吃 这个我还没有尝试过 北方的东西都很粗快 对对对 因为北方的人他 没那么多讲究是不是 哇这个肉真的是 好实在啊 烤鸭火烧 心事吃吧 我觉得比卷的面皮要更好吃 其实就像我们平时吃的那种 小馒头啊 但是它这个发的要更加的松软 然后上面有一层白芝麻 吃进嘴巴里面特别的香 北京烤鸭早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菜品 但是在印象小馆 一道烤鸭三种吃法 酥脆的鸭皮直接蘸糖吃 用面皮包裹着鸭肉和配料 搭配甜面酱式 或者用火烧代替面皮吃 松软饱满 也有一番滋味 尝过了我们的北京烤呀 还有一道 这个叫质子烤肉 对对对 这道菜也是属于这个金菜吗 对对对 地道的金菜 北方主要是以牛肉和羊肉为主 那么我们家用的这个 是进口的安格斯牛肉 平时我听到这个安格斯这个牛肉啊 基本上是在这个高档的西餐厅里面 这个牛排 还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烤肉里面 也用这么高档的这个牛肉来做 我用的油也是用的安格斯牛肉 就本身用它自己的 相当于就是牛油 好 每一片牛肉都非常的漂亮 在北京质子烤肉十分火爆 身肉您接人喜爱 尤其在寒冷的冬天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它的身影 三两好友围坐在一起 享受一个质子炉 等待肉在质子上 滋滋地冒着香气 幸福的味道油然而生 烤肉的同时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加入面条 米粉等其他食材 这个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什么 韩式烤肉 是不一样的啊 它不光是油肉 还有些作料 然后放在里面要搅拌要炒 让它出那个香味 出香味 然后这个可以吃 谢谢 好幸福啊 这一盘美味的质子烤肉 马上就要下我的肚子了 先来一个吃货 饭前祷告 吃了不放 吃了不放 好嫩啊 这个肉 而且我发现刚才您在烤的时候 任何调味料都没有加耶 盐都没有加 特别好的一个颜色 所以说我们不想去改变它 本来的味道 而且它自带一种天然的香味 淡淡的奶香味 我觉得今天 熊大叔向我推荐的这四道招牌菜 真的是让我对金菜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跟了解 因为以往我们听这个北京菜听得多 但其实吃的少 尤其是在咱们南昌 金菜还不够普及 所以可能吃到的人还并不多 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来品尝这地道正宗的金菜的话呢 不妨来选择位于铜锣湾四楼的这一家印象小馆 相信我一定不会让失望的